曹操轻慢了张松 可是这位张松先生 把曹丞相也气得不轻 曹操费那么多的心血 写了一本军事著作 孟德新书 他说是抄袭来的 把曹操气的 烧了 特别在这教金场 张松当着曹操那手续的所有文武 把曹操那些现眼的事 淋漓尽致 一点没落都给说出来 曹操不是说 他是天下如草剑 我的人把所到之处 归必克战必取 无敌于天下 张松说那是不假 你别看我住的西川 离这挺远 你的威名国早有耳闻 你露脸的事太多了 在徒阳 让吕布差点用滚木把你砸死 晚成让张秀险仙把你挑了 赤壁一战 让周公瑾差点把你烧死 华容道你让官公都给吓哭了 同关战马超的时候 让马超把你追的 胡子也隔掉 用骑子脚包着不忘了跑 为水必见 你趴在徐楚的脚面上 你可不存打胜仗了 哎呀 曹操就算受不了 一顿乱棍的 就打教训厂 把张松给打出来了 还幸亏手下的文武说情呢 不然当时他就把张松杀了 张松也闹了一肚子气 回着管医连晚饭都没吃 午的半夜 就把他那丛人都叫起来 咱们走吧 移开了许昌 这一上大陆啊 张松有点为难了 怎么办呢 我就这样回西川 我见刘章说什么呀 在刘章的面前夸下了海口 汉中张鲁不是要娶我们西川吗 我说他娶不了 他连正眼看一眼都不敢 为什么呢 我可以把曹操请来 现在可得好 让曹操用乱棍毛给打出来 你说我这趟可不白来了吗 他站在路边这儿发愣 手切的这些村民一看 张先生 你们在想什么呢 咱们起的也太早了 要走也不要去 等着早前起的喜处完毕 吃完早饭咱们再走 嗨 你们别说了 咱们一刻也不能在这许昌耽搁了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回家呗 张松嘴里说他回家呀 可不动地方 大伙想可能张先生回家有难处 张松想了想 我呀 不能就这样回去 干脆站着的 我早就听说 这个大汉黄叔 刘备刘玄德呀 这个人挺仁义 干脆今儿我去投他去了 听说这个人呢 仙公和蔼 李贤下士 哼 张松转念一想啊 也许徒友徐名 曹操苏苏人这名道倒挺大呢 怎么样的祝贤 怎么样的爱财 就他这个呀 他什么都不是 这刘备能比他强多少 再又说了 如果刘备 要有探报在许昌 听说我在这儿 让人陶瓷给卷出来了 我没办法去投人家 这对我面子上也下不来 诶 张松一想有了 我这回啊 绕点道 从金刚月的走 要是方便的话 我就见见这刘备 不方便呢 我就硬着头皮 回西川吧 就是这个主意 他吩咐一声 来啊 收拾收拾上路 走了一段路 这些从人一看 诶 张先生 咱们走的这道不对啊 怎么了 上回咱们没走这儿 啊 这回我想咱们从荆州回去 听说荆州那地方挺热闹 咱们戍边逛一逛 你们大家出了一趟也不容易 反正咱们早晚赶回去就行的 左边是早一天哪一天 诶 你们大家看了怎么样了 呜 这些普人们这么一听太高兴了 张先生 您可想的珍州道啊 您说的对 这么老远 许昌咱们都来了 回去顺道 逛逛荆州 那有多要啊 就一先生 他们打马扬边 就奔荆州的方向下来 走到影州地界 这影州在哪啊 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西北 正往前走着呢 只看前面路旁 打着一个大彩鹏 彩鹏四周查得好多惊奇 随风漂白 路边站着有几百名军校 为首有一员大将 轻装远甲 正朝着这边沾浪的 我从而一看 张先生 您看那里怎么回事 张松早就看见了 不知道 这大概是谁家办什么喜事吧 张先生 这办喜事这么大气派 好家伙 彩鹏都搭到大路边来了 这是谁家办喜事 不一路吧 张松白白手 咱不管他 咱们赶咱不用 管你搭什么鹏啊 您说的对 张松领着这些层人 刚走的彩鹏 那员大将 腾腾腾几路 从路边就过来了 站在张松的马前 插手十里 请问 来的可是 张别家张松先生吗 呜 嗯 张松白马迷住 全眼神仔细 打量这员大将 这位将军 怎么这么精神啊 这么漂亮 如此的威武 呵呵不敢 正是张松张能言 哎呀 赵云赠主公之命 拥接张别家来时 网民恕罪 说着又给张松 施了个礼 张松是谁 赵云 哎呀呀 阁下莫非就是 长山赵子能 不财 不财 正是末将 哎呦 失敬失敬 张松说着赶快 甩动一栏下来坐几 抢不上前 给赵云环礼啊 我敬仰子能将军的大名啊 真没想到 今天会在此相遇 不知子能将军 在此永何故意干 我封主公刘备之命 在此迎候别家 我家主公 听说别家 迎到了许昌 这准时迎许昌回西川 路途劳顿 特命赵云 在此对薄酒相迎 分成 酒菜之后 随着这句话 由棚子里出来 几十名军校 每人手里都拖了一大盘子 棚子里是整坛的酒 成方的肉啊 感情没天没相 从张松这开始 是他手下带来的从人 每人一份 张松看着眼前这场面 不留在心里头 一阵热浪三轮啊 当时使这位 特别健谈的张松先生 激动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这真是确实不过 受之有愧 只好就把这酒喝了 喝完了酒又喝 赵云客气了几句 请子龙将军回到京都 见到皇叔 替我致谢 赵云微微一笑 这点小事 何足一用呢 请先生您休息片刻 继续赶路吧 不劳子龙将军挂地了 西川路远 我们得早些时候登城啊 我们现在就告辞了 不忙 张先生 请您略后片刻 带赵云把东西收拾收拾 我陪您一段路 赵云还要送一程 张松这感动 赵云陪着张松走到荆州借手 天已经很暗了 看来今天晚上是赶不到荆州了 到那儿呢 那时候五经半月了 不方便 想找个驿馆呢 休息一夜 明日再进荆州 可是不知道左近有没有驿馆 张松念现为难之色 赵云将军看出来 张先生 前面不远 有座驿馆 请别下委屈一夜 明日再登城 不知别下意下如何 哎呀 死龙将军 您想得很征兆 就这么办吧 他们说着来到了驿馆的门前 张松再马上这么一看 驿馆呢 是悬灯结台 大门敞开了 在驿馆两旁 站着二百名鼓咬手 一百名号角 一百面大鼓 看号角怎么一吹 咚咚咚 大鼓怎么一威呀 鼓小齐名 高奏迎兵曲 驿馆中所有的驿族 一个个是锦衣势力 全都把最新的工作服穿上 在两边那儿站着 在驿族军校的最前面 在那儿站立一员大将 看此位身高在八尺开赖 头戴绿断色 扎心二龙 斗宝金我 和鼎门 高欠珍珠 珠光刺射 身穿绿断色的锦袍 下金边走进县海水江崖 昆片云锦 立下碰见 大猴中一脚下一双 无财的胡同战靴 看这位相貌可特意的出动 此生的是面如中宝 挫散没单凤眼无理无强言 暗箭立于道藏是不虞自卫呀 嗯 张松瞅着这原将 好像在哪见过 不不不 没见过 我是听说过 不止一个人在我跟前提到过 这一圆大将的风貌 就在这时 赵英早就下马了 过去就把这位将军给陪过来了 给张松引荐 别嫁 这就是我家关羽将军 关将军 这就是张别嫁张松先生 关羽是插手势力呀 张松一听啊 关羽长在管义门前垂手势力在见我呀 不敢当不敢当 他赶忙 甩凳离来下的马 和关羽顶礼相反啊 张别嫁 关羽 从兄长刘备 军师中阁之命 在此撒扫官义 迎贺别嫁 歇马 此处不是讲话所在 一管中一讯 可 左不是关羽 又不是赵林 两位陪着这位张松先生 走进了管义 张松一看这管义收拾得干净啊 地上嗓子草菜都没有 玻璃擦得正亮 后岸那年头没玻璃 好 聪明几近啊 让到屋里来之后是擦脸顺口啊 然后是炙酒款待 张松喝一杯啊 关羽给倒一杯 是关羽满酒 赵林布菜 张松先生带来的那些从人呢 另外有人招待 一点也委屈不着 关羽赵林二位将军也太热情了 可以说是殷勤备制啊 这二位将军都这样 你想 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和那些异族 哪个敢不客气 客气的这些位西川的客人呢 都有点坐不住了 这也太周到了 你只要一看那脸盆 准直动人要擦脸 插手机板就过来了 一看那茶杯大概是渴了 温了两个月的三种茶往他面前一放 你要洗脚的靴子还没等脱下来呢 这脚盆就放在跟前了 要上厕所都要俩人跟着 干嘛呀 打着灯笼 给照着倒什么的 真撑得起是无微不至啊 第二天一早 张松离开管役 用关羽赵文号将陪着 来到了京东 刘备带着诸葛亮和庞统 以及文武重将 是出国相迎了 揭出十多里地来 刘备与张松鼓手相见 刘备这客气 被九文先生高明 是如雷贯耳的 只恨云山遥远 不得听教 经文回渡 专此相接 躺蒙不弃 到荒州斩歇片刻 以去渴望之思 实为万幸 说刘备九阳江先生的大名啊 很想见解您 不过您住那地儿啊 离这儿太远了 我呀少得了不少知识 今天听说您在许昌尔东干完毕 回西川 我特意来迎接您 您要是不嫌弃的 请到我荆州这儿坐一会儿 就以为我平生之思念 那我刘备太放心了 张苏你听了一句话 这我怎么敢当呢 我怎么敢当黄树如此之礼遇 您带我太客气了 我早想见黄树一面 可惜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能在此得见黄叔 和福龙奉厨先生 以及各位将军 实乃张苏之三生神性啊 互相客气了一番 上了马 刘备和张苏是并配而行 走得京都城门了 不能在骑马往里走了 怎么回事走不了了 来接张苏先生人太多了 呼 全灯皆彩 举城欢城 摩谷悬天 鞭炮齐灵 把这个张苏先生 给让进了府堂 当时刘备是炙酒款待 亲自给张苏打斩 饮酒当中啊 刘备光提一些的闲事 从来不提西川的事情 都谈些什么呢 什么一路劳伐呀 安马劳定啊 饮食起居风光景物 光说这 哎呀 张苏你想这可真怪啊 我从哪来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知道 可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他们 就不提西川的事呢 张苏倒有点忍耐不住了 他就问了一句 今日黄鼠除镇守金香之类 不知还有几军呢 您就趁金香还有别的地方没有 还没等刘备说话呢 诸葛亮把话借过去 嘿嘿 永远先生有所不知啊 我家主公虽然镇守金香 可是这金香啊 还是向人家江东战戒 那我家主公是江东的女婿 这事谁都知道 孙权的妹妹 只配我家主公黄叔刘备为婚了 正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 人家江东啊 才把这个地方借给我们 如果不是这个时代的亲戚呀 恐怕我家主公连金香 这块地方也没有 张苏听着轻轻摇摇头 嘿呀 东五宗孙权占据六郡八十一州 称得起是民强国父啊 他怎么还不知足啊 嘿 张苏的话刚说完 庞红老爸接过来 他把酒杯这么一吞 张先生说的是啊 我家主公刘夕州乃大汉皇叔 反倒不能分毛裂土 可是其他一些人呢 其他那些都是汉史之毛贼 他们是强侵占国家地土 真是智者不平衡 这个事儿啊 没有服气的 庞统的话刚说遍 刘备苦笑了一声 冲着庞统和朱亮摆了摆手 哎呀 按照功可不要这么说呀 我一定会有何德能之处 我怎么敢有更多的生战呢 啊 张苏一声不忍 刘夕州乃汉史宗亲 仁义不无四海 修说皇叔占领己所周军 您就是待正统而居地位 也不算分外呀 就说您甭说占几块地方 您就是念南北北登基作殿 当皇上 也不过 不敢当 张先生 您说的言太过了 刘备怎么敢当得起 咱们来 庆经酒 说的要跟张松买了一杯酒 在话就差不多过去了 要谈别的了 这份酒喝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禁婚而散 第二天张松先生要告辞 刘备 朱特亮和庞统都挽留 不让走 一定得在我的荆州这儿住上两天 一连刘张松在这儿住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不管是饮酒也好 闲谈也好 从不提起西川的事 从 张松晚上躺在床上有点睡着 开始张松就想过 刘备为什么带我这么客气呢 从李贤下世这方面说 刘备比曹操可高明多了 你看看曹操是多么的傲慢呢 这温费是多客气 我在许昌遭到那样的冷意 我当得英俊惊惊的 却对我如此乐情 他当时很感动 可张松也不傻呀 他短念这么一想啊 不对 这里有事 有什么事 这诸葛亮 至谋过人啊 他干嘛对我张松这么客气 他对人别人怎么不客气呢 对人别人客气不客气我不知道 对我这么热情 是不是别有所愁啊 是不是他们知道 我谁带着东西呢 张松带着什么呢 西川地形图 大概他们是为这个 张松啊 开始一离开许昌遗馆 他曾经想过 如果刘备带我好 我还真把这地形图给他 现在一看 荆州这样 通过这种手段 想索取我的地形图啊 我不得 我看你们怎么张嘴说 张松就等着呢 他出乎张松先生意料 一天不说行 两天不说可以 三天了 而且不是光龙贝一个人呢 还有诸葛亮 还有庞统呢 一个人漏着话音的都没有 张松倒有点沉不住气了 你说人家刘备诸葛亮有所图吧 人家不提西川的事 你说他们无所图吧 我张松过去对人家刘备诸葛亮 那有什么好处啊 人家干嘛这么盛情接待我呢 张松曾经有意无意地 用话 引过几次 来个荆州一下马 辅长设宴款待张松 他不就在九县前弄过吗 这皇叔 您管辖几郡了 那意思就是 咱们两个小地方京乡这儿 能容大得了您吗 您没有别的想想吗 可人家谁能提这事啊 几次都不提 张松倒觉得这事怪 不能总在京都在住着 留了三天 他就待了三天 最后张松提出要告辞 人家刘备诸葛亮也不挽留了 就在长亭设宴 刘备带领为武 亲自来给张松先生践行 在长亭前 满满的给张松针了一杯酒 酒往张松面前这么一递 张先生还没等把酒杯接过去 他看着刘备 就看刘备眼圈一红 眼泪下来了 得 黄叔又哭了 哎呀先生啊 承蒙先生不弃 在荆州蓄留三日啊 今日就要分手了 今日分手不止和年月日 再能领听先生的教诲 看刘备那神态 是难舍难离啊 别说张松 谁也受不了这个 一顿好吃好喝好款待 竟如上宾 人神也不求你 等你走的时候 人家拉着你手掉眼泪 后面难舍难离 你一点心都不动 那是木头 张松又当受不了了 心说 哎呀 能被这个人名度虚传呢 真是一位宽人暗示的君子 我张松安人舍之啊 这样的人物 我怎么能舍得了啊 敢说我告诉他吧 我给他出个主意 让刘皇叔领人打兵群西川的 这是一位大财呀 这位大财怎么能总捐免到这小小的荆州这儿 受孙权和曹操的气 对 就这位 想着这儿他把酒接过来是一迎而尽的 荒叔啊 张松也想招募 趋势与皇叔左右 恨未有变 我也想常在您的左右福报您 可是我还有我的主人呢 还有刘章呢 再说离得也远 也不方便 可是张松看荆州啊 皇叔不可酒居此地 为什么呢 因为此地都有孙权 偿还虎聚 北有草草 美丽皆温呢 非皇叔酒恋之地 您不能老家的这个地方受这份窝能气 嗨 刘备听着苦笑了一声 张松先生 被何尝不知 但苦无安寂之所呀 我不在这儿待着我上哪儿去呀 嗯 张松突然把孙权望起的力挺 皇叔啊 您应该知道 一周显色 卧也千里 您一国父 智能之事 就问皇叔之德 皇叔若其京江之中 残屈西日 霸业可成 汉诗和西威 您按照我的话去做呀 您就扩了 刘备听着这儿摇了摇头啊 哎呀 张先生 刘备不敢当啊 因为一周流章 也是汉史宗亲 他恩德不蜀诸久矣啊 他人岂可得而动摇呢 哎呀 皇叔有所不知啊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 张松并不是卖竹穷人 今代荆州得益皇叔 皇叔隆德捆厚 我不能 不以实言宣告 刘仗随有一周之地 但是他秉性暗乱 不能任贤又能 假之张如在北 十思尽在 人心离散 斯德民主啊 此番张松一行 我是专程 到许昌来见曹操 实指望请曹操 举兵进我西川 你一句张如啊 没想到立贼曹操自成精灵 傲闲满事 故此我才特意来见皇叔啊 皇叔要是先取西川为基地 然后北同汉中收群兵员 旷政天朝 名垂青史 孤末大焰 从王叔国有取西川之意 张苏不才愿秀全马之劳 以为内应 不知军义如我 刘备这么一听 哎呀 被深感张苏先生的后裔 无奈 你无章是汉史同心 我若领兵去取西川 为管天下人唾骂 哎 张苏听得当当心点 把酒杯扔了 皇叔此言差矣 大藏不处是当努力 建功立业 纵边在先 既我不许西川为他人所得 我一知 完你 但是他心生莫怪 被听说蜀道齐区千山万水 车不能翻轨 马不能连缠 此欲取之 好良策 我就有这个想法也不行 依则是道路太远 蜀道齐区 我地理不熟 张苏听得这会儿 仰面大笑 皇叔请看 说着 有打袖头 把西川地形图拿出来 捧在手上 松感皇叔胜德 感现此图 皇叔若看此图 便知属中道路 刘备赶狼把图插过来 打开了这么一看 上阳挂着 西川的地理形成远近阔辖山川险妙 浮复前阳 写话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呀 清队的手 微微有点发抖了 他一问的 皇叔火速途之霸 战速有心肃 弃有二人 我最好的朋友 谁呀 法政梦达呀 此二人必能相助 如二人到荆州之时 可讲心事故意 从被听得是共手称谢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他于事成 必当后报 张森听着那会儿摇里摇头 哎 终于皇叔不得不尽情相告 岂战万报 说的话 这提香善达 刘备是共手 呃别 岂战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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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是